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们学习的内容是2050年的汽车什么样 提到2050年那感觉是一个很遥远的时间概念 我们可以来畅想一下关于未来的汽车会具有什么样的功能 课文内容 2050年的汽车什么样 每次遇到交通堵塞 那些滞留在路上被堵车折磨得心烦意乱的人们就会想 汽车要是也有双翼能飞起来就好了 人们的期盼有可能变为现实吗 2050年汽车会是什么样 别的不敢担保 以下四点大体为我们勾画出了2050年汽车的轮廓 假 更加清洁安全 我们首先要问的是 2050年汽车还会存在吗 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指责 北极冰川在融化 空气质量在下降 石油资源日益紧缺 每年全球一百多万人死于交通事故 都是汽车惹的祸 鉴于以上劣迹 人们人类会不会忍痛割碍 根据优胜劣汰的原则 汽车会不会被取代 一切尽有可能 但作为一种将人解放出来的灵活的交通工具 动不动就要将其淘汰 似乎不是明智之举 根本出入 还是要在清洁环保 规范驾车出行上下功夫 谋求这一交通工具的清洁安全 是2050年对汽车最起码的要求 一页 能自动行驶 2050 无人干预 能够自动在平坦的高速路上奔驰的车辆 将会走进家庭 欧洲正试图实现 由一名职业司机驾车 引导一长串汽车前行 他们像是一条线上的珍珠 在路上移动 被引导车辆上的驾驶者 可以工作 也可以休息 职业司机的工作效益 也将大大提高 汽车抵达终点后 车上配备的高科技系统 能使车辆自动停泊入位 这就是人类力求实现的汽车自动驾驶 自动行驶 好了 这就是课文内容 首先 Ivy呢 先给大家讲一下 课文当中出现的一些生词 第一个 第一个 堵塞 堵塞 这是一个动词 比如说 交通堵塞 交通堵塞 好 第二个 滞留 滞留 动词 滞留在路上 滞留在路上 或者说 被拘捕滞留 滞留 好 第三个 折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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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词 动词 比如说 句子当 在文章当中 被堵车 折磨的心烦意乱 折磨 第四个 意 意 这是一个名词 比如说 双意 双意 那么 通俗一点来讲的就是 翅膀 翅膀的意思 所以还有一个词 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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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第五个 单 保 单 保 单 保 这是一个动词 这个词呢 是我们今天要重点讲解的 大家要注意听哈 在后面的讲 课堂当中 所以在这里呢 Ivy就不再多说了 第六个 大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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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副词 比如我们可以来说 从数据上 大体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大体 好 第七个 勾画 勾画 是一个动词 勾画 蓝图 勾画 蓝图 勾画 未来 好 第八个 轮廓 轮廓 这是一个名词 在句子当中 我们把勾画和轮廓都用在了一起 比如说 以下四点 大体为我们勾画出了2050年汽车的轮廓 勾画 轮廓 勾画 轮廓 好 下面 指责 指责 这是一个动词 比如说 指责他人 指责他人 指责是你惹的祸 指责 指责 好 第十个 融化 融化 是一个动词 比如说 春天来了 冬天的积雪都融化了 融化 好 第十一个 石油 石油 这是一个名词 石油 那石油相信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是必不可少的 石油 好 那我们可以说 石油资源 石油资源 好 第十二个 事故 事故 这是一个名词 比如说 交通事故 然后医疗事故 医疗事故 第十三个 第十三个 歌 这里是一个动词 那么在这里给大家画出文章当中的一个成语哈 忍痛歌 忍痛歌爱 忍痛歌爱 忍痛歌爱是什么意思呢 那就是忍着你的痛苦 歌去所爱 其实在这里呢就就含有抛弃的意思 忍痛歌爱 那么我们还可以怎么说歌呢 比如说 歌开 歌开 对吧 好 第十四个 优胜 劣汰 优胜 劣汰 这是一个成语 成语 那么文章当中是这样用的 根据优胜劣汰的原则 优胜劣汰的原则 优胜劣汰 那么其实就和物尽天则逝者生存 这样一种观念是比较相相近的哈 物尽天则逝者生存 这一句话呢是由中国非常著名的一位翻译家 叫严富先生在翻译达尔文著作 我们后来在中国呢叫做天眼论 也被称之为进化论 现在叫进化论当中 他在译书当中提出了这样一句话 物尽天则逝者生存 那么其实他和优胜劣汰的道理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 好 第十五个 接 接 这是一个副词 副词就和都或者说全部含义差不多 具体来举例的话呢就是 接有可能 一切接有可能 接有可能 一切接有可能 好 第十六个 明智 明智 这是一个形容词 那我们可以说你做了一个明智的选择 学习汉语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好 第十七个 出路 出路 这是一个名词 比如说寻找出路 寻找出路 寻找出路 那么在文章当中呢 我们来看一下它是怎么用的 根本出路 这里说的是根本出路还是要在清洁环保等方面下功夫 那么其实他也是差不多出路 根本出路或者说选择出路都是可以的 第十八个 规范 规范 规范是一个形容词 那比如说要求规范 规范的行为准则 规范的要求等等 规范 好 第十九个 谋求 谋求 谋求是一个动词 动词 那么谋求怎么用呢 比如说谋求利益的最大化 谋求利益的最大化 或者说谋求双方的和谐合作 谋求合作也是可以的 好 我们再来看 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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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在二十一课 第二十一课我们在讲那个未来商店的时候 还记得Ivy给大家留了一个作业吗 那个练习当中有一个需要用预来举例的 他举了一个预测 那么在这里我们又收集到一个干预 干预 干预呢 它是一个动词 动词 比如说无人干预 或者说自然干预 人为干预等等 干预 二十一平坦 平坦 平坦是一个形容词 比如说平坦的大路 平坦的大路 在这里就比较明显 平坦的高速公路 高速路上 平坦 平坦 好 第二十二个 奔驰 奔驰 奔驰呢 在这里是一个动词 动词 那比如说像汽车在路上奔驰 骏马在草原奔驰 也是可以 好 第二十三个 试图 试图 这里呢 试图是一个动词 比如说试图完成这件事情 或者说试图成功 试图谋求利益的最大化 可以跟我们刚刚的前面的词 结合起来 在文章当中呢 是这样用的 欧洲正试图实现 试图实现 试图实现 第二十四个 引导 引导 引导呢 是一个动词 比如说 引导学习 引导学习 引导理解 引导体会 引导 好 第二十五个 串 串 串呢 它是一个量词 量词 比如说 一串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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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还可以比如说 不知道大家熟不熟悉 中国小吃街上比较出名的一个叫 我们叫串串 串串 是吧 就很多很多串 用棍子穿 把那些食物 穿在棍子上进行烧烤之类的 串 我们会加上儿化音笼串 串串 是吧 名词 大家看到它的英文解释应该就比较熟悉了 那这里不举例了 二十七 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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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个名词 效益 比如说 经济效益 生态 效益 效益 可以这样用 好 第二十八个 抵达 抵达 是一个动词 抵达终点 抵达目的地 抵达 好 我们刚好讲到了终点 这两个词就可以在一起用 第二十九个是终点 那么我们可以说抵达终点 终点 抵达终点 好 还可以怎么举例呢 终点 比赛的终点 在哪 对吧 也是可以的 好 第三十个 配备 配备 配备是一个动词 配备 那我们来看 文章当中是叫说 车上配备的高科技系统 配备 那么配备的系统 配备的武器 好 第三十一个 停泊 停泊 这是一个动词 停泊 这里是停泊入位 那么其实我们还可以单独来把泊字提出来 比如说像泊车 泊车的意思其实和停车的意思差不多 但是呢 它的用法上可能它更偏向 嗯 说面语一点 其实比较常用的呢 是停车 但是在这里 泊和停的意思是相近的 所以我们可以说停泊 比如说 船停泊在了岸上 岸边 岸边 好 第三十二个 力求 力求 这是一个动词 我们可以看课文当中 人类力求实现 力求实现 或者说 它力求 要把这个事情做好 力求 首先 我们来看课文 接着第一部分的课文内容 我们先来朗读一遍 Ivy为大家朗读一遍 大家要注意听哦 好 丙 融合数字生活方式 某家著名的搜索引擎公司意识到 为个人驾驶提供服务 蕴藏着巨大的商机 于是 他们迫不及待的加入到汽车研发的行列 车企与电脑公司合作 几乎成了无法阻挡的潮流 创造虚拟个人助理 为汽车用户提供路线 交通信息和日程安排等方面的帮助 在2050年将会是必然的服务 而非锦上添花 数字生活方式将完全与汽车融为一体 为汽车的方便安全使用提供保障 丁 长途行车仍靠汽油 2050年的汽车动力是什么 电力 风力 还是依然用汽油和柴油 有人会说 清洁能源的开发 就是要遏制汽油柴油的使用 没错 作为日常交通工具 电动汽车的比重一定会提高 可是跑长途呢 电动汽车也许能承受超远距离行驶 但电池可能很重 造价可能很昂贵 充电的时间可能很长 这些都可能成为阻碍人们选择电动汽车的理由 所以不排除长距离行车还用汽油或柴油 因此为了确保减少污染 燃料的使用效率必须提高 废气的排放必须减少 长久以来 汽车作为人类重要的交通工具 与我们相伴相随 人类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2050年 如果汽车还是我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伴侣 它在我们的经济生活中 还扮演支柱产业的角色 它必须是清洁的 安全的 它必须符合可持续发展的原则 好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课文内容的部分 同样的我们先来讲生词 好 第三十三个 丙 这是一个名词 在今天的课文内容后面的讲解 我们会讲到天干地支 天干地支 其实这是中国古代立法的一个 一个古代的立法规则 后面会具体讲到 所以这里就不再多说 第三十四个 融合 融合 这是一个动词 那我们来看这里的标题 融合数字生活方式融合 那我们还可以怎么用呢 比如说 科技与人文的融合 对吧 科技与人文的融合 好 再来看第三十五个 隐情 隐情 隐呢 它是前笔音 隐 情 后笔音 隐情 好 这是一个名词 比如说 搜索隐情 搜索隐情 好 第三十六个 行列 行列 好 这是一个名词 行列 比如说 服务行列 服务行列 科技行列 行列 巨头 等等 都可以用行列 第三十七个 潮流 潮流 这是一个名词 潮流 比如说 时尚潮流 时尚潮流 文化潮流 文化潮流 科技潮流 科技潮流 好 第三十八个 助理 助理 这是一个名词 助理 比如说 学院助理 学院助理 那像在大公司当中 可能每一个 每一个CEO或者HR 他们都会配备一个助理 就是助理 那在课文当中呢 它是说到了 创造虚拟个人助理 虚拟个人助理 好 第三十九个 锦上添花 锦上添花 这是一个成语 那课文中我们来看 在2050年将会是必然的服务 而非锦上添花 锦上添花 那锦上添花 它对应的一个反义词是什么呢 成语的反义词 它对应的这个成语呢 是雪中送炭 雪中送炭 那我们常常说 我宁愿雪中送炭 而不愿做锦上添花的事 是吧 好 锦上添花 雪中送炭 好 第四十个 保障 保障 保障呢 它是一个 嗯 动词 动词 那么在我们part one的部分呢 我们讲到一个词 叫保证 保证 它的含义和保障 其实是比较相近的 那大家还记得在第一部分啊 我们区分了一下 担保和保证 还记得吗 那两个用法 好 再看第四十一个 丁 丁 那这个呢 也是属于天干地之当中的一部分 这里也就不再继续讲了哈 第四十二个 柴油 柴油 这是一个名字 柴油 柴油 石油等等 这些都是属于矿产资源 对吧 好 第四十三个 遏制 遏制 这是一个动词 那比如说像在课文当中 遏制汽油 柴油的使用 遏制 对 还有比如说像在新闻当中 我们常常说 遏制 邪恶势力的产生 遏制 对吧 好 第四十四个 比重 比重 这是一个名词 比重 比重的话 我们先来看课文内容 电动汽车的比重一定会提高 那么在这里 就有一个搭配 大家可以记一下 我们可以说 比重 提高 比重提高 或者说比重下降 比重下降 比重提高 或者比重下降 好 再来看第四十五个 昂贵 昂贵 这是一个形容词 昂贵的价格 昂贵的价格 这东西太贵了 昂贵的话呢 其实 更多的 在书面表达中 会用的 多一点 我们不会在 很少会在口语中说 这东西太昂贵了 也 大部分的话 我们常就是说 昂贵的价格 昂贵 我们说一个东西 它价格太高了 我们常常直接就说 太贵了 对吧 太贵了 那也可以说 太昂贵了 也是可以的 也是可以的 好 第四十六个 阻碍 阻碍 这是一个动词 阻碍 那我们会说 阻碍发展 阻碍进步 阻碍前进 等等 阻碍 好 再来看 第四十七个 排除 排除 这是一个动词 那比如说 不排除 长距离行车 还用汽油 或柴油的可能 不排除 某种可能 排除 好 第四十八个 确保 确保 那这是一个动词 确保 那么比如说 确保安全 确保安全 确保发展 对吧 好 第四十九个 排放 排放 这是一个动词 排放 比如说 排放废气 排放废气 排放污水 排放污水 好 代价 这是一个名词 代价 比如说 在课文当中 我们讲到 人类为此付出了 巨大的代价 代价 我们可以说 巨大的代价 或者说 沉重的代价 沉重的代价 第五十一 伴侣 伴侣 这是一个名词 伴侣 比如说 如果汽车 还是我们生活中 不可缺少的伴侣 伴侣 好 第五十二个 支柱 支柱 这是一个名词 支柱 比如说像 支柱性产业 支柱性产业 那么 家里的支柱 它是家中的支柱 家里的支柱 对 支柱 好 那这就是 这就是 今天的生词部分 Ivy还是要提醒大家 要下去多复习 多造句 看看课文当中 这些词怎么用的 那我们接下来进入 重点学习的内容 首先第一块 第一个词 动不动 动不动 我们先来看句子 我们来看句子 再把我们的总结 归纳出来 第一个 他最近工作忙 压力大 动不动 就着急发脾气 动不动 就着急发脾气 好 大家先体会 再看第二个 作为一种将人 解放出来的 灵活的交通工具 动不动 就要将其淘汰 似乎不是明智之举 好 再来看第三个 父母要多与孩子交流 不要动不动 就呵斥压福 好 根据这三个句子 我们来理解一下 首先在第一个句子当中 压力工作忙 压力大 着急发脾气 前面是动不动 那我们可以怎么理解呢 是不是可以把它理解成 轻易比较容易的 就发生了某种反应 或者行动 再来看第二句 动不动就将其淘汰 那么就是 比如说 现在淘汰 然后到时候又不淘汰 然后突然觉得 这东西 比如说我们在这里 讲到的是交通工具 那么这交通工具 好用的时候 我们可能就把它保留 突然发现 它有一个地方 有缺点 我们就想把它 抛弃 对吧 那么这样来回反复的 我们就说 作为这样一种 灵活的交通工具 虽然它有缺点 但是我们不能动不动 就将其淘汰呀 那么 其实在这个词当中 我们现在可以体会到了 动不动 它其实表达的是 含有轻率的含义 也就是我们这里总结的 表示很容易 做出某种反应或行动 这里我要重点说的一下 是很容易 很容易 就是刚刚Ivy 给大家讲的那个词 轻率 很轻率的就做出了某种反应 或者说是 举动 某种反应 或者说是举动 行动 这里也可以说 那么 在这里还需要强调的是 它的语意 多用于 不希望发生的事情 多用于不希望发生的事情 这里怎么来理解呢 比如说 我们希望一个人 发脾气吗 我们 我们比如说像第一句 他最近工作忙 压力大 动不动就着急发脾气 我们 我们是不是希望他发脾气呢 当然不是 发脾气多上身体 对吧 所以 在这里呢 动不动 他除了含有 很容易做出某种反应或行动 他其实还暗含着 对这种行动 他其实是 表示不希望他发生的 但是他确实发生 发生了 那么我们看 第二句话 作为将一种将人解放出来的灵活的交通工具 动不动就要将其淘汰 那么 其实我们看到这里 我们可以理解到 这个交通工具 为我们带来便利了 所以我们不应该 因为他的一点缺陷 就把它抛弃 这也是我们不希望的 对吧 好 再来看第三个 第三个就很好理解了 父母要多与孩子交流 不要动不动就呵斥压福 父母和孩子多交流 而非暴力沟通 这里的动不动呢 就是指父母应该用心和孩子进行交流 而非直接一棒子就打上去 对吧 所以 孩子肯定也是不希望被父母 不希望挨打的 或者说是被呵斥的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总结 这个词我们总结出来呢 就是第一 他表示了一种很容易就做出反应 或者行动 有时候更多的呢 是强调反应 反应 第二 当我们使用动不动的时候呢 我们其实是希望这件事情不要不要发生 或者说我们不希望发生像这样的事情 好了 我们来讲一下甲乙丙丁 不知道大家对这个顺序是否 对这个内容是否熟悉哈 甲乙丙丁呢 他其实他的用法是比较多的 涉及到我们的文化知识 然后涉及到我们对于事物的排序 那我们先来看 甲乙丙丁他的用法呢 首先是用来对事物进行排序 那么甲是排第一个 甲是第一个 乙是第二个 丙是第三个 丁是第四个 然后依此排下去 好 我们来看这里举例 甲 那就是指第一 更加清洁安全 乙 第二 能自动行驶 丙 第三 融合数字生活方式 等等 那么在这里呢 这里有一个题 第二题哈 第二题我们读一下题 看大家能不能选出来 甲乙丙丁四人的车 分别为白色 银色蓝色和红色 在问到他们各自的车的颜色时 甲说 乙的车不是白色 乙说 丙的车是红色 丁说 丙说 丁的车不是蓝色 丁说 甲乙丙三人中有一个人的车是红色 而且只有这个人说的是实话 假如丁说的是实话 那么以下说法正确的是 看起来很绕是吧 题目 那么这个当中呢 涉及到 大家的逻辑学知识的判断 我们重点不是在这里 重点 Ivy想强调的呢 就是说 甲乙丙丁 它可以用来进行事物的排序 同样呢 它也可以进行一个指导 就是一个代词 或者说它有代词的这个成分 人称代词之类的 甲乙丙丁 那么这就是它的一个排序上的用法 还有一个用法呢 就是涉及到中国古代的文化知识 那么在中国 我相信每一个国家都有各自的立法规则 立法 这个立法不是 是这个立法 我们常常叫做天文立法 天文立法 那就是比如说我们怎么去记录时间 记录时间 那么这几个 这就是将甲乙丙丁展开之后 我们叫做天干 天干 那子丑银卯这些呢 叫做地支 地支 好 天干地支的读音 天干呢 是十天干 十天干 地支呢 是十二地支 十二地支 具体的 好 含义呢 等到我们有时间 我来具体给大家讲一讲吧 我们先来看读音 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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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乙 乙 丙 丙 丙 丁 丁 丁 物 物 己 己 庚 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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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人 人 鬼 那可能大家不太熟悉的是 从物这里开始 物跟新人鬼 新人鬼是吧 这几个词呢 这几个字其实看起来还是有一点点 不太熟悉的 我们再来看十二地支 十二地支 子 子 丑 丑 银 银 卯 乘 似 似 伍 伍 伸 有 似 似 害 好 那这就是这几个 这就是天干地支的一个读音 比较难读一点的呢 可能是 物 也比较 因为不太常见 然后呢 还有像 呃 卯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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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呢 有几个字是比较相似的 比如说像 物 物 物和 虚 那么我们常常在呃 记汉字当中 我们就会说 物字 杜中空 意思是说 物这个字呀 它的字形的里面没有那一横一点 那么 虚字为一横 那么就是虚字的里面呢 它是有一个横的 大家可以注意要注意观察 它的字形上是有差异的 字形上是有差异的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四和几 四和几 嗯 几 以 四 这几个字呢 呃 我相信大家学到现在应该会 呃 分辨的比较轻 重点是这个四啊 它呢 是封口的 封口 封口 好 大家下去多读一下 多读几遍 然后呢 把它记住它的读音 我们继续回来看 那么 甲乙 丙 丁 物 己 根 心 人 鬼 是称作天干 天干 子丑 银 卯 成 四 五 未 身 有 有 虚害 是被称作地支 地支 天干地支呢 简称 干支 干支 古人用天干的十个字 也就是甲乙丙丁 这十个字 和地支的十二个字 那么就是子丑 银 卯 成这几个 十二个字 按顺序配合 可配成六十组 六十组 那么具体来说 比如说 甲 甲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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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还可以有 甲子 甲丑 像这样配对 那么比如说还有 心 心子 心丑 心亥 就像这样配 从天干 和地支 来进行一个组队 可以组成六十组 六十组 那么用这六十组 来 祭日 祭年 周而复始 循环使用 那么在中国呢 有农历和心历之分 现在的中国农历呢 仍然是用天干地支 也就是干支的方式来祭年 这里给大家举了几个例子 第一个 2015年 农历 以位 农历以位 以位 以是什么 以是天干 位是地支 位是地支 这些年份呢 它有一个计算的方式 计算的方式 大家有兴趣 可以下去查一下 那么第二个 甲午 中日战争 发生在1894年 1894年 按照那个天文立法的方式来计算 它就是属于甲午 甲午 好 第三 甲生年来临之际 祝您健康幸福 心想事成 这常常我们发祝福语的时候 对吧 发祝福语的时候 常常用这样的方式 好 行 我们来看下面的 好 下面是词语辩析 词语辩析 今天我们要辩析的词呢 是担保和保证 担保和保证 其实这两个词呢 它的判断呢 是比较简单的 共同 我们现在说共同点 共同点是 它都有负责 肯定不出问题 或一定办到这样的含义 比如说 出不了事 我敢担保 或者说 出不了事 我敢保证 这样都是可以的 但是呢 区别 区别是比较明显的 这里大家能够 我相信大家能够很容易就掌握 首先来看担保 第一 担保的后面不能跟名词 只能跟动词或者小句 名词 动词 或者小句 具体我们举例来说 比如说 我们要担保产品质量 这里 产品质量 是一个名词 担保质量 这样的搭配本身就是错误的 所以 担保的后面呢 第一 这句话为什么错 第一个 担保质量是错误的表达方式 没有这样的说法 我们只会说保证质量 在后面我们看到 你看 保证质量 我们说保证质量 但我们不会说担保质量 第二 产品质量 它是一个名词 而担保 它的后面是不可以跟名词的 那么也就是 可以把它理解成 它是一个不及物动词 它的后面不可以跟名词 再来看第二句 那么它只可以跟动词或小句 这个就比较好理解 我敢担保 我敢担保 产品质量没有问题 在这里 产品质量 产品质量 没有问题 这就是一个小句 其实担保 它就相当于是一个引导词 它担保的内容 在后面 它会以动词 或者是小句的形式来展开 来说明 但是我们不可以直接用名词 来把它表示出来 那么第二一点 就是担保 它没有名词 它没有名词词性 这一点在我们进行这两个词辩析当中是非常重要的 那就是从词性上来判断 担保 它只能作为一个动词 动词 但它没有名词词性 而保证不一样 保证呢 它可以作为名词 也可以作为动词 也可以作为动词 首先我们来看它从词意上的理解 保证的后边呢 可以跟名词 可以跟名词 表示确保既定的要求和标准 不打折扣 其实我们后面不用去理解太多 我相信大家能够理解担保和保证它的一个含义 重点是在用法上的区别 用法上呢 就是保证它可以跟名词 而担保不能跟名词 只能跟动词和小句 所以在这里 我希望大家记住这样一句 这个搭配 保证质量 为什么需要记住呢 比如说 保证质量 质量在这里呢 它就是一个名词 当你想到这一个搭配的时候 其实你就知道了 你就记住了 保证的后面是可以跟名词的 但是担保质量 我们没有这样的说法 所以呢 我们就不可以 我们就可以判断出 担保后面是不可以跟名词的 那担保后面可以跟什么呢 可以跟动词或者小句 好 再来看第二点词性上 保证它作为一个名 它还可以作为一个名词 表示作为担保的事物 安定团结是我们取得胜利的保证 保证 保证在这就是一个名词 好 其实就两点 总结下来第一呢 就是他们在搭配上 搭配上大家就记住这个结构 保证质量 保证质量 那么想到这个词的时候呢 这个结构的时候 我相信大家脑海中一定会浮现 保证质量 质量是一个名词 所以保证呢 它后面是可以跟名词的 但是担保呢 就不可以了 因为我们没有担保质量的说法 我们只能说担保 我敢担保 或者说担保 我敢担保这件事情一定没有问题 等等等等 好 那么从词性上来判断呢 就是担保 它没有名词词性 它是一个动词 它只是一个动词 而保证呢 它就是两种词性都有 名词 动词 那么在名词这里呢 我们可以来想一个结构 把它记下来 怎么来呢 胜利的保证 我们就用这个句子 胜利的保证 胜利的保证 那么在这里 保证呢 sorry 好 在这里胜保证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名词 名词 所以呢 关于这两个词的辩析 我们就用这个结构来记 它后面可以跟什么词 而用这个呢 来记 它还可以是什么词性 除了这两种情况之外的呢 那就是担保 可以适用的范围 好 讲到这里呢 可能大家还不太理解 我们来看几个题哈 判断证物 就判断保证和担保的用法是否对 首先来看第一句话 它的能力很强 这件棘手的事交给它办 保证错不了 大家来想一下 这句话有没有问题 这里的保证用的对吗 保证错不了 错不了 它不是一个名词 它应该是一个小分句 好 这里呢 大家就不要太死板了 保证的用法呢 它是比担保要宽泛的多的 所以我们虽然这里只说了保证后面可以跟名词 但是我们还没有 我们还需要强调的是保证的后面 同样它也可以跟动词和小句 保证的后面可以跟名词动词和小句 担保只可以跟动词和小句 所以在这里第一句话 它就是正确的 正确的 好我们再来看第二句 由于任务异常异常异常 弯重 请给他们担保科研时间 担保只可以跟动词和小句 在这里科研时间是一个名词 所以这里就是错误的 那么我们需要把这里的担保改成保证就对了 好再来看第三句 反复练习和精益求精是取得成功的担保 担保 好这里我们需要用到第二个方法 担保 它不可以做名词 不可以做名词 在这里很明显就是一个名词嘛 对不对 但它词性不对呀 所以这里是错的 我们应该把它改成保证 保证 好 再看第四句 他语气坚定的对将军说保证圆满完成任务 这里呢圆满完成任务 它其实是一个小句 有没有问题呢 当然没有 很好哈 没有 好 这就是担保和保证 其实我们读下来我们可以发现 保证它在语 在汉语当中的运用呢 会比担保感觉要更广泛一些 基本上用到保证的地方一般很不会出错 但是如果大家遇到担保的话 那就要注意了 担保它的局限比较多 第一它只可以跟动词和小句 第二它没有名词词性 它只可以做动词 好 希望大家记住哈 这是今天的练习 好 我们来看 今天的篇章修辞部分 篇章修辞部分呢 首先是词汇衔接 词汇衔接 我们来先来先来看一下 今天的这个内容是讲 讲一个什么内容 在说明描述某一事物或场合时 某些词汇在语义上是有联系的 如下面的例一 例一好 那么其实这里的词汇衔接 重点呢 是强调我们的文章 文章的布局与结构 在这里呢 文章在汉语当中 文章的布局与结构 往往是由词汇来进行体体体现的 当然句子也有 这里我们重点讲一下词汇 比如说我们来看第一个例子 电动汽车也许能承受超远距离行驶 但电池可能很重 造价可能很昂贵 充电的时间可能很长 第二 被引导车辆上的驾驶者 可以工作 也可以休息 职业司机的工作效益 也将大大提高 在这里呢 第一句话 第一句话 我们把这些重点词 Ivy勾一几个重点词出来 重 昂贵 长 他们都是形容词对吧 形容词 他们都是形容词 在这里 用形容词就意味着有形容的对象 形容的对象 那么这些重昂贵很长等等 他形容的对象呢 都指向的是电池 这个呢 就是我讲到的文章的布局结构 它在句子中也是体现 那么这个句子当中 他重点讲到的是电池 电池 所以我们在用词和造句的时候 我们都是围绕着电池 它的特点 它的性能等等 来展开使用的 词汇的衔接呢 它其实就是指 语片中出现的部分词汇 相互之间存在的语义关系 这一联系 对语片连贯起着重要的作用 那么刚刚Ivy的讲解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理解了 那么我的意思就是说 在第一句话当中 电池 它是这个句子的主干 所有的 基本上所有的词语呢 其实都是围绕着 去解释这个电池而展开的 它们都是形容词 都是去形容这个电池 电池是这些词的形容对象 形容对象 所以它们之间的使用 就起到了一个衔接 衔接 同样 当我们在使用词语的时候 我们也要把握一个标准 或者说是原则 我们要明白我们所用的这些词汇之间 它是在做什么 它是在指向什么 它表它要阐释的对象是哪一个 这在我们后面对于文章结构排列 这一点是非常有帮助的 到我们明白这一点的话 那我们来看第二个 被引导车辆上的驾驶者可以工作 也可以休息 职业司机的工作效益也将大大的提高 在这里呢 这里也写出来了 工作 工作和休息 我们上节课讲到了一个概念 叫做反义词 对吧 工作和休息 它也是一个反义词 这组反义词呢 它在这个句子当中 就构成了一种语义上的联系 他们都是在讲述 驾驶者这样一个概念 驾驶者 那么他们的联系 就是指向了驾驶者 驾驶者的工作 驾驶者的休息等等 这就是词与词之间的联系 所以我们今天这一章会叫做词汇衔接嘛 好 我们再来看第三个 我的房间靠近大海 宽敞明亮 有室内卫宣间和淋浴设备 还有一个小阳台可以观赏窗外的大海 在这里我们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解释 这句话当中的重点 或者说是主语呢 叫做我的房间 是我的房间 对吧 那么这里的卫生间 淋浴设备 还有小阳台 这些名词 它都是根据我的房间来展开的 我的房间里有卫生间 我的房间里有淋浴设备 我的房间里有小阳台 这些卫生间 淋浴设备 小阳台 这些屋内设施 构成了语义的联系 它指向的是我的房间 由我的房间 衍生开来的 这几个名词 它不是 不是随意而为之的 不是随意 就随便把它排列在这 或者说随意写上的 它是有一个指向 这个指向 它的中心呢 是在描述我的房间 从我的房间 展开了这些词汇 而不是说随意把它堆砌在这里的 好 好 我可以认识 好像仍然说随意 一样的 我可以认识 词汇 我可以认识